在上期视频中 我们的恐龙公园遭遇袭击 那狠人吴博士 竟然派出四个头的南方巨兽龙 来袭击我们的恐龙公园 最终我们还是被攻破了 我现在流离失所 哎 这下连老挝都被人端了 吴博士真是狠到家了 我究竟要怎么样 才能够战胜他呀 不行 我不服 刚才我们的恐龙自卫队 在以四头巨兽龙战斗的时候 多半都是富商参加的战斗 这才让四头龙杀了个措手不及 要是我们满状态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另一种结果了 我决定 在这努布拉岛的附近 秘密建造一座小型基地 孵化出大量的恐龙 最后再搏一次 要给吴博士来一个突然袭击 我就不信了 区区几个四头龙 我这么多战士还打不过你 灰哥 灰哥 更坏的消息来了 我们基地附近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看起来好像是鱼一样的怪物 你快来看看吧 什么 鱼一样的怪兽 那不应该在水里吗 怎么跑到地上呢 这是 苍龙 曾经海洋里最强的生物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相关资料记载 这是终身在海洋中最大的顶级劣势者 生活在白鳄纪时期 它可属于海洋爬行类动物 出现在这里 莫非又是吴博士 灰哥 灰哥 据我们的调查 这是吴博士的最新研究 并且还发生了变异 你看到的在陆地上行走 就是变异得来的 据说现在是一个两栖生物 不愧是你吴博士 这样的怪物都敢研究出来 没想到竟然发现了我的计划 还派遣苍龙过来围角 哼 不能怂 跟它干 正好我们的恐龙都出来了 全部出击消灭这些苍龙 这不可能 我们的恐龙怎么完全不占优势 现在已经伤残严重 这 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了吗 未经许迟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我们的恐龙已经全部倒下 唯一能复仇的机会就这么被终止了 辉哥 辉哥 我们还是先躲一段时间吧 好好研究一下 怎么针对吴博士吧 也只好这样了 那我们就前往荒凉的火山岛 暂时躲避一段时间吧 这里是火山岛 位于一个偏僻的地方 而且环境极为恶劣 旁边就是火山口 还是个火火山 可能会不定时喷发 所以吴博士应该不会猜到 我来这里 先建设基地的基础设施 方便我们进一步研究 OK 就先这样吧 这些是我们可以复活的恐龙 他们属于种子选手 希望能诞生出新品种 我们下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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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转参加